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希望各位例如说有空的时候呢可以去看一下秀一下给你们看好了 我还谈到王永庆先生的经营哲学 例如说到YouTube搜寻我的姓名 例如说您输入我的姓名 然后你去如果可以的话你就订阅我的频道 你就都可以收到我把新影片放上去 像我昨天放上去的是大数中部应用 我还举了一个王永庆先生 他在开影片的时候拿这部分数据分析 希望对你们应该有一些帮助 因为我觉得数据分析 您要思考的面向不是只有给主管看 而应该还要考虑到就是说 市民他到底想要看什么 这当然是针对未来开放资料啦 您 Material though